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和阿余道和大家一起做業餘論節 今天想和大家講講 到底用選舉方法產生的政府在哪裏 根據他們的說法 好 早安 葉Sir 大家早安 這個話題其實很有趣 因為小弟從小到大都被人灌輸一個資訊 就是民主好 民選制度好 我在香港也是一直這樣 直至什麼時候我有改變 就是我開始幫美國軍官學校做國際政治 開始慢慢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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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很多問題選舉法產生政府 所以現在我基本上和大家講 這個不是一個好好的政制 不過他們相信 其實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相信的東西 小弟經常這樣說 你喜歡相信什麼是個人的自由 但是我們真的要很實際地去看一看 看清楚用了之後到底好還是不好 小弟是一個結果論者來的 你是好的 你出來的結果就會好 是 因為我們 我們今集先講講一般人認為 選舉法產生政府的好處 先 那小弟在網上找了一些資料 現在可以拿出來 優點是什麼呢 選舉是選民對執政者的投票認可 執政者於是獲得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這個是政治學理論推崇 選舉民主的主要理由來的 政治學理論就是歐美搞出來的那套東西 其實這個學科不是自古已經有的 是近代才突然冒出來的 不過什麼叫合法治理呢 那就有一個說法 以往就是你劃地為王 就說這個地方是我的 那就不用問了 你不能爭辯 是我的就是我的 這樣一個方法 權力是權力作主 就是你權力夠大 用武力控制住你控制的地方 地方上面不敢說別的 那你就控制住了 這是一個做法 當然這個做法已經到今天就不再成立了 所以他們需要想另外一個方法 來提供這個所謂的合法性 嗯 其實如果我們看這個合法性 由古至今其實每一個時代 所說的合法性其實是不同的 是 好像在這個周朝的時候 當然你的合法性就是因為你有周天子的endorsement 是 這個詞我始終不知道中文應該怎麼翻譯 背書嗎?背書 是的 周天子封你那個地方 自然呢 因為天下人就擁護周天子作為共主 所以他將那個地方撥給你 你是一個諸侯 這個地方是你的 這個地方就是你的 那你就自然有一個正當的合法性了 如果再遠古一點的話 其實正當的合法性就是看一下 到底你的管治人民到底你喜不喜歡 因為那些時候沒有那麼複雜 這個社會 譬如姚遜時候就是這樣 是 他自水成功 那些人擁護他 那樣子就可以有合法性 這樣 因為真的幫到人民做了一些事情 以這個事情視乎生死 所以就合法了 另外我們歷兆歷代 就是皇帝叫做天子 是 有一個傳說 是 受命於天 那因此呢 就有天的支持 天是什麼 大家都猜不到 總之上面 那時候 不是 天這個理念呢 其實在中國人來說 是很闊的一路理念 它是由這個物質性的天 就是 我們看上去抬頭看那個天空也是天 那一路去到一個哲學性的天 就是 可以說是 大自然運作的一個規律 又是叫做天 其實如果拿一本康熙字典出來 大謊話說二十幾個解釋 是啊 那麼少 應該差不多 小弟真的有本康熙字典 現在還不浪費時間運 是啊 那其實呢 你好像阿燕Sir所說的 說靠軍事實力 而得回來 強迫人民接受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 在 建立了帝國之後開始 是 所以我們看到歷朝歷代 沒有一個皇帝不是打回來的 嗯 就是起碼開國那個 都是 是 然後呢 他們呢 跟著下去那個正當性和合法性呢 就是在沒有人再來打之前 皇帝指定的繼承人 不論是因為血緣 或者因為那些奸臣強迫皇帝 是 賛 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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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要教廳承認呢 也是錢 還有軍事力量 是 不過呢 他們平民所覺得 你這個皇帝我認受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教廷有拆封他 所以這時候就有個所謂神聖羅馬皇帝 這個稱號出現了 這樣跟中國的天差不多了 不過這個天,我們中國的天 我覺得雖然是哲學性來說 仍然是相對比較實際的 我們同意的天 就像剛才你所說的 世事萬物的運行法則 就是天的部分 所以我們仍然是比較Pragmatic的 但是他們那邊就是 羅馬帝國他們的 無論他們 他們拿什麼說成神 他們的神是神神乖乖的 他們的神可以有神跡 一有神跡之後 就脫離了現實 是 脫離了這個物理性的現實 就是我們進入了另外一個範疇 已經不是科學的範疇 而是進入了神秘學的範疇 這些我們不再討論 現在他們用了民主 就是用選舉來代替了這個 所謂合法性 所以這個是他們 其中一個認為好的地方 我們不如這樣 我們先講完 我們先講完 我們才跟他們講出 他那個謀論的地方 是 那就是優點二 根據小弟找到這篇文章 是 優點二就是政府官員 會親近和尊重人民 自稱是人民的公僕 喂 這個很奇怪 自稱是人民的公僕 自稱是人民的公僕 這句真是可冤可點 那 自稱 那實際呢 是不是真的做一個 一個僕人應該做的事呢 我們有往往見到不是 為什麼呢 我覺得那個問題是 這些 這裏 我想說兩批人 一批就是政治 政治上面的人物 就是控制著那個政策方向 政治 另外就是執行者 就是那些所謂的官員 官僚制度 官僚執行者 那就是執行者 是不是真的為人民服務呢 我覺得絕對不是 是為上面那個政策 那個設定人服務 因為這個就是 其實在現在我們西方經常說的 官僚制度就是 無論你哪個政黨上場 都要協助政黨執行政黨的任務 所以就嚴格來說 這些下面的官僚 就不是真的為人民服務 這是第一點 先推翻它 那先走回上面 那些政客們 那些政客們 選出來之後 是不是真的為人民服務呢 這個就是 其實回到最後一件事就是 希望 那些假設的好處就是 我選的人出來 會為我服務 這個是他們的 為什麼說好 是 所以我們大家先評一下 到底這樣 是不是真的好 但是這一句說話 很有趣 就是自稱是人民的公僕 自稱它可以作為一個優點 那這一個真是幾有趣的說法 可以的 是啊 第三點 就是好像小弟 第二點我們再說 好像小弟經常自稱做小弟 是不是代表我真的比你小呢 我真的比葉Sir小的 但是 哈哈哈哈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一個稱號 稱號未必百分百呢 是反映回它的事實 那竟然拿稱號去作為一個 就是那個稱呼去作為一個優點 那小弟覺得很不厭 好 好 第三點 就是人民有當家作主的良好感覺 這個是人們呢 喜歡選舉民主的主要原因 但是呢 人民是不是真的有當家作主呢 就很難說 參見缺點四 那他這個 他有提的 就是 人民用了他的選票去選了一個 政府出來之後呢 他是會覺得 這個政府是我選的 原來我在說的是 那這件事他又說的幾有道理 小弟覺得 哈哈 這個就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 心理上面的 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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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我們繼續 好 優點四 等選民滿意的政治人物 才可以贏得選舉 成為執政者 否則呢 就不可以勝選執政了 這個是第四點 我想會和第五點矛盾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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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不知道他的第五點是甚麼 就是我 我摺上來的第五點 就是說 如果你不喜歡那個政府 你可以下屆換掉它 哈哈 是 其實這個中間真的有個矛盾 因為你又說到 要令人民滿意 那其實就要看一下滿意到底在哪裏 是的 那這個呢 就是滿意 是 還有他怎樣製造滿意 那其實這件事也是可圈可點 那不說你的第五點 先說回小弟的第五點 這裡的第五點 我眼前面看到你第五點 先 行政、立法、司法 三權分立彼此制衡 多於政黨也彼此監督制衡 所以可以避免執政者權力過大 這樣說 行政、立法、司法 是的 三權要分立 其實跟政府是不是民選 有沒有關係呢 另外最重要就是 分立本身是好還是壞 當然有好有壞 每一件事都有政府兩面 當然有好有壞 絕對是 我們要看 用在當時的時候 即是時空之間 用在那個context之下 到底是好還是壞 是的 我們要這樣說 就是一枝竹糕打過去 很多時候就打錯很多人了 我們要因時制宜 要看時間 要看地點 要看文化 很多各方面的 混合在一起才能夠 是很簡單地 都不可以簡單地 即是說這個case 應該這樣做 那個case應該這樣做 就不可以 即是說所有case都要這樣做 是的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具體一點點說 小弟有個例子可以跟大家說 有一次跟小朋友爭 不過我們先說第六點 我們反過來再重點重點去評論 就是選舉民主支持言論自由媒體自由 社會於是有較寬鬆的氣氛 選舉競爭可受媒體影響 言論媒體自由導致比較公平的選舉競爭 奇怪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在所謂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美國人說的 就是說 台灣是亞洲最民主的地方之一 但是我們在台灣 我們見不到這些媒體的自由 為什麼 只是說結果論 暫時不評論這個 這點有什麼問題 但是 只是說結果論 其實很古怪 為什麼我們見不到 台灣省有這樣的自由 另外我們也看到 譬如在德國 或者 維基解密 不是解密 維基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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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Julia Assange被人追殺 十幾年 是 那是不是言論自由呢 就是 要舉這些反例太多了 我們留在逐點逐點 指出他的貿論那時候 再回頭 是 小弟到優點六 所以 葉Sir 你那個 屈就一下 他是優點七 好 沒問題 你不喜歡 政府 可以換他下來 是 任期是有限的 所以 如果你真的發覺 OK 這次我選錯了 起碼我有得改 這樣 逐點逐點看一下 好 好 我們這一集做到這裡 下一集回頭 和大家逐點去幫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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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葉Sir 這個版面小弟 發給你 看看你怎麼用 好 是